用神通来化解 冤亲众生 即未超 即来超度他们 这种做法是否正法 这个不是的 如果用神通的方法 来超度一些众生 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经说法 佛的神通广大 欢迎 神通这桩事情 妖魔鬼怪都有 都有神通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到底是佛是魔 你很不容易辨别 如果用佛法呢 那魔就没办法 魔不会讲经 魔也不会念佛 魔与佛的区别就非常显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